我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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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錄影啊 戴著眼鏡的平頭男 突然情緒失控 對著遠景標罵三字經 還做事要揮拳 聽到警方說 正在錄影 這才助手 原來這名57年次的孫姓男子 6號傍晚 喝得鳴鼎大醉搭計程車 不但口齒不清 還直接在車上睡攤 問獎只好把他送到派出所 檢測他的酒精濃度 達到1.38 其實一定達到行為 不能去做一個控制 派出所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立即通知他家人 把他帶回去 好在遠景反應快 伸手擋下才沒有受傷 其實乘客喝得不省人士 大鬧計程車的狀況 經常發生 像這樣把乘客快遞 直送派出所的做法 其他小黃司機也相當認同 盡量少載 看到那種走路歪歪的就 就不要載 直接送到警察局 叫警察處理 好在男子經過兩小時的保護管束 稍微酒醒 對自己喝醉後的失控行為 感到相當懊悔 最後也乖乖付出搭乘費用 結束這場烏龍鬧劇 記者旅人生何惠榮 台北市報導 橘子 公佈 通知